第二 大臣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称职与聪明 都夸赞裁缝师的手艺 夸赞裁缝师的手艺 裁缝师是什么意思 Taylor 手艺是他的技术 国王想,我穿上这套新衣到街上游行一方 就知道其他官员是不是愚笨了 然后我会知道 所有政府的官员都会愚蠢 董哥听这国王有点纳意 穿这新衣去典礼 游行大典开始了 大典 means ceremony 国王在部署的护卫下 部署 means the tho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ranking under him 对吗 护卫 means protect he was under protection 穿着他的新衣 昂首阔步的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 昂首阔步就是 Chin up 就是 looking proud 对,looking proud 然后很大步的走 doesn't seem very shy at all 然后那个大街 means street crowdy with people 人们都想看看 传闻已久的国王的新衣 什么叫传闻已久 传闻已久 传闻已久就是 people already have heard about 国王的新衣啊 但是 they have never seen it It looks so amazing It looks so great 因为这样才不会被认为是愚笨 或是不称职的人 称职 I'm not sure this is good thing 人群中一个小孩忽然问他妈妈 妈妈 国王为什么不穿衣服呢 哈哈哈 他有穿那个密裤 Underweight 其他人听见呢 也都 那小孩子 must say loud right loudly 也都纷纷说 国王没有穿衣服 国王修得无地自容 修得 means ashamed himself 无地自容 D is sure for 地板 没有地方 he can hide 懂了 赶紧叫马车夫 马车夫是那个 搬手 你叫做个人 谁叫做人 ische 认识 认识 coachman 趕紧叫 马车夫 赶紧马车回工去了 工就是派 他还有 cape Rarly In 感谢观看